2017年小沈阳参加颁奖典礼时 看见台下的明星嘉宾没什么热情 于是就突然对着话筒大喊了一句 台下的邓超一下失去了表情管理瞪大了眼睛 主持人见气氛有些尴尬连忙打圆场 这时的小沈阳并没有领情反而讲起了段子 男人没事多拍一拍每天五十足 会怎样呢 胸肌啊 女人你拍一拍你想象一下 好 女的布股长够用啊 布股长感觉自己够大 而小沈阳之所以敢不给这么多明星面子 全靠当年跟着赵本山演的那场春晚小品 在2009年的春晚上 小沈阳凭借小品不差钱一夜爆红 赵本山也在节目中为自己的徒弟作配 在节目中他那油腻的中分翘起的兰花纸 笑料不断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一夜之间小沈阳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存在 但是在上春晚之前他还是一个小演员 小沈阳原名沈鹤 1981年他在辽宁一个贫困家庭出生了 他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但是由于家里穷父母就做起了二人转演员 小时候的小沈阳学习非常的不好 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 就把小沈阳送进了一家五校进行学习 可是由于家里太穷了经常拖欠学校的学费 无奈之下才学习了一年的小沈阳只能退学 这时的他才14岁就不上学了 到了社会上小沈阳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没有办法的父母只能带着他表演二人转 没想到小沈阳在二人转的表演上特别有天赋 父母一教他就能学会而且嗓音非常好 慢慢的他表演二人转越来越上手 可是跟着父母小沈阳学习的表演非常有限 父母便把家里仅有的700块钱拿了出来 然后就把小沈阳送进了铁岭民间艺术团 接受更专业的二人转学习 小沈阳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的二人转表演 2000年他被严学金的丈夫林月看中 于是小沈阳成功进入了吉林林月艺术团 只是进团之后他还需要找一名固定的搭档 这时的沈春阳刚好也没有搭档 小沈阳便恳求他能和自己一起表演二人转 没想到二人在表演的过程中互相喜欢 之后小沈阳和沈春阳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结婚以后为了更好的生活 他们二人便在舞台上卖力地演出 之后凭借着幽默风趣的表演打响了名气 2006年还不出名的小沈阳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的那头不是别人正是小品之王赵本山 赵本山询问小沈阳想不想到他的团里表演 那一瞬间小沈阳感到不可思议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这种事情会落到自己头上 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 赵本山就已经关注到了不起眼的小沈阳 2002年本山杯二人转大赛举办 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二人也报名了 在比赛中二人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节目 虽然小沈阳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获得冠军 但他们也拿到很不错的成绩 最重要的是引起赵本山的关注 之后赵本山还去看过小沈阳的演出 直到2006年赵本山给小沈阳打了一通电话 希望他可以到刘老根大舞台来表演 不过当时赵本山并没有直接收小沈阳为徒 而是和其他人一样要经过层层考验才可以 最终小沈阳在考试表演的时候发挥超常 这让赵本山非常满意认为没有看错人 于是在这年中秋 小沈阳正式拜赵本山为师 拜师之后 小沈阳成为了赵本山重点培养对象 赵本山每次去参加活动都能看到小沈阳的身影 之后赵本山还带着他上了天津电视台的春晚 他凭借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获得了不错的凡响 赵本山为了能让小沈阳多露脸 还在电视剧乡村爱情2中给小沈阳添加了一个角色王天来 2009年赵本山再次筹备央视春晚的小品节目 可是老搭档宋丹丹这一年选择退出小品舞台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带着徒弟上节目 为了能让小沈阳上春晚赵本山写了四个剧本 其中有一个剧本没有通过审核 小沈阳就在三个剧本中选择了不差钱 一夜过后小沈阳因小品不差钱移Power Home 春晚过后不少合作纷纷主动找上门 就连大导演张艺谋也邀请小沈阳拍电影 让他在《三腔拍案惊奇》中扮演电小二里四 但是这部电影一上映就被称为年度烂片 之后小沈阳就在演烂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和张柏芝合作《河东是吼2》评分创了新低 从《大小江湖》到《怪侠欧阳德》 再到《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金 小沈阳曾多次获得金扫帚奖 直到现在慢慢拜光录人员消失在大众视野 你们喜欢小沈阳骂评论区留言吧